玉米雞 共鳴 養出玉米雞的雞二代 徐志豪先生 徐陽板好 好 謝謝你 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我想這個今天呢 非常難得能夠請到你來節目裡面 因為 他們這個 滿蒸香雞鴨行 有雞又有鴨 對不對 尤其已經聽說養了四十年了 四十年的一起了 我們家已經做了四十多年的 這一隻雞 為什麼叫玉米雞 它主要飼料就是玉米 是 在這個雞的飼養過程中 後期我們添加了80%的玉米料 讓它吃接近兩個月之後 它的皮就會呈現黃金色 吃玉米的主要原因是 它肉會吃起來怎麼樣嗎 吃起來的話 它的肉含有非常多的汁 吃起來很甜 不柴 不柴 你們這個養雞的地方就在主動 是 就在主動 產地直送 對不對 今天我們的贈品 像剛剛看到有雞跟蛋 都是我們老闆提供對不對 是 而且聽說你把那個雞 你把那盒油雞拿出來 養雞就會生蛋 沒什麼意外的話 這個聽說排隊買不到 我今天要得到它 排隊買不到 他說是焦糖燻雞什麼的 這是我們家用黃金玉米雞 去燻出來的焦糖燻雞 好想吃 焦糖燻雞 今天為什麼會這樣 排隊都買不到 買不到 太改人了 然後蛋也很厲害聽說 對 蛋是什麼樣 有不一樣嗎 這個蛋的話 是我們家的出生蛋 這是母雞 出生蛋 我們家母雞生的 出生蛋是什麼 對 出生蛋就是它 一番炸 第一次 對 一番炸 第一次生的蛋 它會比較小顆 然後顏色比較深 非常的漂亮 好 非常非常的感謝許志豪 好不好 謝謝你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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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呢 我們就用這一隻玉米雞 來自新竹產地直送的玉米雞 直接先從我們的 吳師傅這邊開始 吳師傅 來 很好 來 玉米雞大 菜名叫做 紅油手絲雞 紅油手絲雞 請開始 好 把鍋起來之後呢 放到這個裡面 這個熱水鍋 對 等一下需要熱度 這個上來之後呢 你還要再拉起來 再拉起來的時候呢 它裡面的這個水 它才會通 好 現在是不是有聲音 有 下去 水又 放進去 沒有 這樣子呢 你在煮這個雞肉的時候 它熱度才會平均 對 那這邊有薑 放進來 這麼大一隻雞 薑才四片 薑的味道不要太多 你反而它雞肉本身非常甜 那這邊有一個 這是什麼 蘿蔔泥 再把它加進來 去吸一方面把它煮一下 稍微美白一下 它可以吸附雜質的 對 然後本身蘿蔔也有甜味 它懂的你看看 吸附雜質 吸附雜質 來 米酒 100CC進來 有一點點 米酒100CC 這樣就夠了 鹹味來源 等一下我們後面這邊再來補 要煮多久這一鍋 這一鍋 你至少差不多20分鐘左右 另外這邊的部分 我們這邊準備了一個 青芒果 青爽 怎樣 對 然後青木瓜 都青的 它如果太刺的感覺 對 你用拋刀就直接把它拋成絲 來 那麼多 你知道練紅油 練紅油 紅油手撕 紅油它不會只有紅辣椒吧 應該還有別的內容 對 來 甘辣椒吸進來 進來 其實已經夠紅了 太紅也不是 這邊整個的香氣都出來之後 你再來抓花椒 它的一個所謂的熱度 花椒就不會苦掉 好 花椒不能跟它同一個時間 加熱受熱時間不一樣 是 完全不一樣 我們去看對面 阿基斯要做出什麼內容 來 我今天就是用這一個來 滷白菜 那它菜名又叫威公白菜 威公白菜 對 那因為這個肉 我等一下 我會把雞皮卸下來 把雞油煸出來 直接跟著白菜一起滷 我的雞肉會切 大概像大拇指的出線條 我把它剝到白菜裡面 一燜就剛好熟了 那個時候肉的鮮甜度跟Q彈度 完全跟白菜是一個感覺 所以吃你這個菜的雞皮也是個重點 雞皮 因為它要油香 油香 所以我在煮白菜的時候 水當中我不放油 我直接就白水 這好小顆喔 這白菜 包心白 那麼切的時候絕對是梗帶葉 梗帶葉 要平均的 梗帶葉 那這個白菜當中 我們加一點冬瓜 OK 白菜加冬瓜有什麼用意嗎 等一下滷爛的時候 它的一個滷化效果 可以帶動整個白菜的一個甜度 可是白菜偏寒 冬瓜不是也偏寒 那我有做改造 炸過了以後就好 那麼還要放一點點的薑在裡邊 這過了以後就改變屬性了 就改變它的屬性了 而且過了一個油以後 這個冬瓜熟成的速度 就跟白菜一樣 要不然這個冬瓜 我切這麼厚 少說你沒有三四十分鐘 它不軟的 是 OK 那這邊薑 幾片就好了 薑可以也不用太大量 不用太大量 因為太大量的話 你會 怎麼說呢 它會去破壞到這個肌肉的味道 好 那我現在 楊明哥麻煩 這個難度很高的動作就你來吧 你就都撥 撥 撥 撥到你開心為止 就把它撈起來就好 開心為止 好 那現在來 要撥多久呢 你大概 開心為止是 你住在這邊 你 好 我給你200秒夠長吧 來 那現在呢 真的嗎 來 那這邊呢 白菜滾了以後 我雞架子先丟進來 嘔一下 等一下 我待會兒就把雞架子 拿給你們試吃 淡一點點鹽巴就好了 不是 有部電影就講到了 這個 2050年以後的地球 能夠種的植物剩下玉米了 哇 這是那部電影 你知道我說那部嗎 我知道 國外的那部 對 可以嗎 阿明哥 沒有 我有看過 阿明哥 可以了 倒起來 阿明哥 別聊 我沒有交集 你沒有交集 國外那部嗎 對 你知道那部嗎 好了 我要拿下去 雞架子 雞架子拿下去 都拿下去熬 這鍋厲害了 這鍋已經可怕了 這鍋 是 是好吃 現在這一鍋等一下熬到最後剩飯鍋 精華 這邊有 加香肉 裹不下鹽巴 下火腿湯 蒸出來的湯 對 對 八十一餐 八十一餐 兩位先去中遊樂國吧 幾分鐘再回來 八十餐 待會兒再回來 走 這個都是雞凍 這個雞凍等一下都會把它拌進來 什麼是雞凍 就是你拿去冰 你是有冰過是不是 來 這就吹人的 吃人的雞凍 有紙是不是 這就是天然的雞凍 雞凍是什麼 就是大腿 大腿內側的這個雞肉汁 對 你有戴手套吧 有 好 來 那這塊就交給你 你要直接去撥它 去撕它 好 沒有問題 手勢雞 好想吃 立動好了嗎 對 我想吃 不是讓你吃 就是幫忙扒 幫忙扒 洗一下床 洗手 好欠揍 結束我想吃 誰不想 看的材料有點泰式調味 泰式調味 等一下會有魚露呢 還有一些就是一些香辛料 那包括檸檬汁啦 筋籍啦 香菜啦 這些的香辛料 香辛料 待會兒回來 這邊請 小毛哥麻煩你先出了 湯匙 四倍的米酒 兩湯匙的醬油 肉幫我醃一下 好 來 我沒有放一滴鹽包 也是很多 真的耶 現在我放的是粉絲 粉絲 粉絲把這些上面多餘的黃油 整個給吸收 原來粉絲的作用是要吸收黃油 對 讓它的湯更清 更清 對 那吃的時候呢 吃粉絲也好 吃白菜也好 兩者都非常的到位 阿姨叔 我能說你這個威公白菜 完全的嗎 肉放進來就完成了 但是在緊要關頭了 我還不急著那麼放 因為它還可以有幾分鐘的時間 讓它味道更好 那我們那邊先 好的 這邊等於完成了 好 謝謝阿姨叔 謝謝 威公白菜 謝謝 好 雞肉部分 我已經把它拔成片狀了 這邊有洋蔥 剛剛的薑絲 都把它放進來 這邊有九層塔 香菜 就可以把它做出來了 檸檬汁醬油鍋 它的比例怎麼樣 比例的話 檸檬汁是一大顆 然後僅僅大概五顆 整個的一個 魚露的部分一大匙進來 醬油鍋一大匙 就這樣 甜分就在這邊調 這一結合起來不得了 好適合夏天 這比芒果精還感人 你知道嗎 對不對 算了 這是小辣椒 我們加一半進來就好 白芝麻 怎麼先拌 太營養了 很漂亮 一般人都愛吃 這樣的一個化 這樣一個內容 對 常吃這樣的內容 我相信 什麼MERS 薩斯應該都不會得 對 紅油 把它流進來 紅油熟絲機 不會很辣嗎 對 比較香 辣是這個小辣椒辣 這個是什麼靈感 對 這個其實等一下到時候 你在吃的時候 你可以瓦這個新鮮木瓜 還有多了一個水果的一個 木瓜刺喔 對 我知道 這隻雞它這樣子 然後後面 後面好像那個孔雀空氣 孔雀的感覺 這個真的好吃 這個厲害 我想要吃 這會流口水耶 你試試看 完成了